若望末世录 第十三章 我看见从海里上来一只兽 它有十只脚和七个头 脚上有十个王冠 头上有谢圣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那兽 相似豹子 它的脚像熊脚 它的口像狮子口 那龙虽把自己的能力 宝座和大权交给了它 我看见那兽的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致死的伤 但它那致死的伤却治好了 故此全地的人都惊奇 而跟随了那兽 世人遂都朝拜那龙 因为他把权柄赐给了那兽 世人朝拜那兽说 谁可与这兽相比 谁能和他修战 又赐给了那兽一张 说大话和谢圣的口 并且赐给了他 可望为四十二个月的权柄 他便张开自己的口 向天主说亵渎的话 亵渎他的圣民 他的账目和那些 居住在天上的人 又允许他可与圣徒们交战 且战胜他们 又赐给他制服各支派 各民族 各异语和各邦国的权柄 地上的居民 凡名字从创造之初 没有记录在被宰杀的 羔羊生命册中的人 都要朝拜他 谁若有耳朵 就听吧 谁若该被俘虏 就去受俘虏 谁若该受刀杀 就去受刀杀 圣徒们的奸人和忠信 急在于此 以后我看见另一只兽 由地中上来 他有两只相似羔羊的脚 说话却相似龙 他在那前一只兽面前 施行前一只兽所有的一切权柄 使大地和居住在地上的人 朝拜前一只兽 就是那只受过致死的伤 而被治好的兽 他又行大奇迹 甚至在众人面前 使火从天降到地上 他因着在那兽面前 所行的那些奇迹 迷惑了地上的居民 便劝告地上的居民 给那受过刀伤 而还活着的兽 立一个像 他又得了能力 把生气赴给那兽像 甚至叫那兽像说话 并使那些凡不朝拜 兽像的人死亡 他给所有的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和为奴的 都在他们的右手上 或在他们的额上 打了一个印号 如此 除非有这印号的 就是有那兽的名字 或他名字的数字 谁也不能买 谁也不能卖 在这里应有智慧 凡有名物的 就让他计算一下 那兽的数字 因为是人的数字 他的数字是 六百六十六 不过